哦 你这个招牌感觉 不一样的 招牌是 现实咱们尝骨一封 现实咱们尝骨一封是吧 这个金钱一百钱 我得稍微招一个 这一锅下来一个三百斤左右 这一锅三百斤啊 这个大锅嘛 昨天还加个圈 这两天零食四用来吧 哦 这个红枣的香味啊 它五斤啊 味道咋呀 可以 你是警察来吃的咋做 今天老白五点半起来 等这个大哥出摊 在陕西嘛 做金糕的人很多 但是能做到那种品质 几十年如一质的人真的很少 而且这个金糕啊 就是说书面记载 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从唐朝就开始有 但是好多人说这个金糕 是从三千多年前就有了 然后先尝一下大哥的金糕味道怎么样 这就是造油 哎哎造油 这一锅大概投下来现在多少钱 咱们买啊 咱们买的话这个 你说这儿吗 这是这个 就是金糕 金糕咱都买十块一锅 十块钱一锅 十块钱一锅 这个是五块钱的啊 这你看三公辆 三公辆 三公辆 三点七了 零点三七啊 七辆多了 五块钱这么多的七辆的 做了多年了嘛 人家咱也帮助了 咱也不稍微回馈 还是社会嘛 那你这儿从 拜摊到现在拜了多少年了 跟个老人在一块 老人拜了十几年 再加上二十八年二十九年 四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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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个四十多年了 这就是 将近半个十几年 这是老人更要适合的 这这么要搞 这个灶 你就轻轻一抹就抹烂了 这个灶已经正透了 这正了多少时间 这正了六七个小时 这六七个小时融着 灶也就都没融到一块了 你看这个 下半这个 这都是灶生成器的颜色 你感觉那最好吃了 这个 我们好多战友从外寄来 前南海北人都吃这个 他们没有讲过这么好的警告 没讲过这么好吃的警告 哦 你是不是天天来吃的 几乎是天天来吃 今天我们一把战友赏散心了 给他们把散心 晓岚们这个 养家这个特残代行 让他们好好品尝接上 我超级喜欢吃那个 米和枣的接轨处就是这儿 特别特别的 就是说没有枣 但是特别特别的甜糯 他家这个金刚真的是 真的有一定的水平 甜而不腻 而且他们家用的这个豆子啊 是非常的好评 他那个豆子啊 吃到嘴巴里是特别绵密的那种 就是比普通的那些金刚吃的都要好一点 他卖的也有年头了 在这个地方已经卖了快半个世纪 就50多年了 然后老板的心很善啊 一直都是老热病残免费吃啊 这样给人感觉就是 特别的 好心的一个老板 这个大叔生意是非常的好 不到三个小时就卖三 三百斤 而且他的是啊 刚才他给一个老爷爷打了一份金刚 是五块钱的 我们放到那个冲上 隔壁卖水果 他那个冲上冲了一下 已经七两多 三点七那不是七两多 所以就感觉他们家 说是十块钱一斤 但是五块钱就能打到七两多 我感觉他们家这个 做的这个事情啊 也是很好的一个事情 毕竟 你买个五块钱的金刚 可以顶半天 这个 以前老板拍的时候 好多人说啊 看着黑乎乎的吃不下去怎么样 其实这个它就属于甜食的一种 你来真的吃了啊 它有白色有红色 不过这个枣它的颜色不是那么鲜红 是变成黑红 所以好多人有些人吃不下去 但是你真的吃到这个 我觉得你肯定会爱上的 喜欢吃甜食的朋友 一定不要说过鲜的金刚 这个字也是多音字啊 有些念正高 有些念金刚 对不起 我 谢谢 我 好 跟我 我 你好 阿 一直跟 啊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